五國總統大選將於13日舉行投票 選情同樣受到美方關注 據外媒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 一名高階官員11日表示 美方計畫在五國大選後 派遣非官方代表團訪台 1月13日 中文投票 華盛頓當局也警告北京當局 在13日大選前 不要有任何軍事挑釁的行動 在中國方面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 也在這個敏感時機點展開訪美行程 還在一場公開活動中表示 台湾問題是 中國一條不得跨越的紅線 要求華富不要越過這條紅線 有學者就分析 這是中國在向美方針對台湾問題 畫下明確的底線 因為我國總統選舉結果 有可能再度刺激 美中雙方近幾個月來 好不容易解凍的關係 同時也提醒美方 不支持台獨的承諾 歡迎新聞 趙岩俊 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歡迎新聞 YouTube 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